然后我们今天再继续讲六祖禅经 当六祖讲不是攀在动 也不是轰在动 是行者的心在动 这一讲大家非常的惊讶 那么印宗大和尚 他在讲灭盘经的时候 听到六祖讲这样子的话 就请他到前面来 最前面的首座 他知道这位行者六祖 他讲的话是直接讲到心 不是一般人的眼睛看的 耳朵听的 脑海里面想的 而是直接讲到心 所以印宗大和尚 他就问佛经里面的很多的奥义 问了六祖 那么六祖的回答 都是很简单很短 很简单很短就回答 但是虽然是很简单很短的回答 都令这个印宗大和尚 感觉到非常的有法味 能够这样子 能够这样子让他 觉得异味伸张 那么印宗大和尚 他就问了 听说六祖已经到南方来了 听说六祖已经到南方来了 莫非就是你啊 是不是你啊 慧能他没有讲说就是我 他说不敢 不敢 不敢就是正式在下 这个印宗大和尚 一听六祖在他面前 他就向他顶礼 大和尚向六祖顶礼 那么又请六祖 把这个祖一 那个最重要的传承的信物 拿出来 那么给所有的那边的出家人 听法的人 大家看 这里面谈到六祖回答都很简短 但是意义非常的深严 事实上我们答话不用太多 很多人 很多人师尊问一句 他回答一句就可以 他不是 他像流水的破布一样 割到树枝 去碰到树枝以后 就永远不完 这个好像是老太婆的果脚布 又臭又长 其实不用 真的 佛经的要义 也就是在简单 几句话就了了 真正的佛性也是这个样子 记得以前有一个学生问禅师 这个如何才能够民心见性呢 他只讲一个字 就是疾 疾呀 其实疾是什么 疾就是精进嘛 疾不是精进吗 赶快你要精进的去了生死 就是精进 再问 那么如何得到这个真正的第一意义啊 这禅师回答 看水 看水什么意思 就跑去看水 三明米西夫有水 回答都很短 你看水有波浪 水底下没有波浪 一个有波浪 一个没有波浪 两个都是水 变不是波浪就不是水 变不是底下没有波浪的就不是水 两个都是水 这个就是答案 回答都很简短 所以六祖的回答是很简单 很短 但是这个 病中大和尚一听 觉得令人 觉得法味无穷 这个印中大和尚 应该是老和尚 比较年纪比较大的 那么六祖的年纪比较轻啊 他向六祖顶礼 这是因为六祖已经开悟 所以他指弟子的礼 跟他顶礼 这个以前啊 帮师尊替度的 是果贤大和尚 果贤大和尚 可以讲起来果贤大和尚啊 就是师尊的师父 替度师父 替度的师父 帮师尊替度的师父 但是果贤大和尚 也跟师尊顶礼 他既然是我的替度师 但是他也是我的归一弟子 这个将来也会演成这样子的 印中大和尚 是六祖会能的替度的师父 但是同时呢 印中大和尚 也是六祖会能的弟子 所以要看 这个随先开悟 我们是这样子的啦 这个师父的教导 大部分的很多佛弟子 都能够明白 明白这回事 不像有很多佛弟子 这个生活中的弟子 有几个生活中的弟子 他以前跟师尊顶礼 有一天他突然间开悟 开悟以后 他就不跟师尊顶礼 因为他已经开悟 他说我已经开悟了 所以每一次看到师尊来 他是这样的 他不懂职弟子的理 这就是表示他本身还没有开悟 你要看谁给你开悟 谁引导你入佛门 谁是你的师父 你不能说 你自己认为很高了 就不值弟子的理 这个是一种错误的 所以你看 印宗大和尚 听到了六祖慧能的举计话 华语以后 马上就跟他顶礼 这个是尊敬 这个是尊敬法 是尊敬 尊敬这个开悟 是恭敬 这个道理一定要大家明白 这个印宗大和尚 问 他就问六祖 以前五祖宏忍大师 是如何教你 能够见性的 能够教你见性的 这个六祖回答 他就是教我见性 教就是教见性 那么印宗大和尚问 为何不谈禅定跟解脱呢 为什么没有谈禅定跟解脱呢 这个六祖回答 所谓见性 就是见性 禅定跟解脱 只是方法 两个是二 是不同的 见性就是见性 禅定就是禅定 二则不一样 你以为好 我会禅定了 那么我就见性 不是 你必须要从禅定里面 得到了最高的智慧 有了这最高的智慧以后 你才能够开悟 才能够见性 所以禅定是一个方法 禅定解脱是一个方法 贱信 贱信是贱信 这个是 也就是六祖的回答 那么六祖这个回答里面 就有不二法门 不二法门是什么意思 不二法门是绝对的 只有一个答案 只有一个 没有第二个 所以在这个佛心中里面 他也可以讲 就是不二门 不二门的意思就是 没有第二个 没有第二个 那个是真实的 那个是真实的答案 真实的 所以我教大家参啊 参悟啊 几句话就好了 五个字 七个字 最多八个字也可以 你想出来一句话 你一讲 就明白了 但是你这一句话 你是包含了很多很多的佛法 就这一句话 就包含了整个宇宙天地 所有一切的佛法 这才叫做正悟 所以六祖禅经里面 他所谈到的 六祖本身来讲起来 他没有读书 不是很多字 他也没有读过什么 很多的经典 很多的经典 他也没有读 但是他能够呢 用他一句话 就能够回答了 所有经典当中的奥妙 这就是可以讲 大智慧者 莫过如此 刚刚谈到 我们六祖里面的回答都是很简短的 而且他答出来了都是很有法味的 不能够讲错话的 这个关于讲错话方面 有一则笑话是这样子的 有一个人去interview 就是要找工作 那么去interview 那个人就讲了 讲错了一句话 所以他没有被录取 旁边的人问他说 你讲错什么话呢 因为那个面试的那个长官 就问他 问他说 你对这一份工作 你可以胜任吗 可以做得很好吗 他回答 他说我闭着眼睛 我都可以做得很好 那就是很有自信 我闭着眼睛 我都可以做得很好 很有自信 但是他讲错话 因为他去面试的工作 是当夜间的警卫 你夜间的警卫 你怎么可以讲说 我闭着眼睛 都可以做得很好 夜间的警卫 是要张开眼的 所以在佛法里面讲 我们没有讲错话 你开悟者 也讲出来的话 也不会讲错话 你永远明明白白 开悟者是什么 你永远知道 所以刚刚 这个 连哉上师 他提到的 平常心是道 是赵州和尚 问南前禅师 问他的师父 南前禅师 南前回答 平常心是道 这是从 马祖道医那里 来的 讲平常心是道 那时候有两个高人在 一个在北方的 就是石头西迁 在南方的 就是马祖道医 都是禅师的 那个连哉上师 刚刚提到的 平常心是道 这一句话很不简单 道不是一个人的 无师 甚至无忌 无忌 就没有好坏善恶 不忌 是忌住的忌 便没有把它忌在那里 你知道平常心是什么吗 就是无忌 他没有把什么东西 放在他的心上 只是很自然的流落 没有照做很自然的流落的 这就是无忌 你的一举一动 一言一行 都是合乎于道的 我故意 故意说 像另外一个跳舞的 故意扭得很大 故意扭起来扭得很大 你离开了自然 你自然是怎么样子 你很自然的舞出来的 那个就是 你不要故意去照做 不要故意去表现 你就很自然的挥傻 就是平常心了 那么在日常生活里面 当然你很自然的去应用的话 就产生的妙用 产生的自在 你不要把一切东西 放在你的心上 也不要去责怪别人的眼光 像师尊也是一样 师尊如果是说 责怪那些毁谤的 这个报章 杂志 媒体 那我可能 也不敢出来 面中 也不敢出来了 我以后 不再说法 我以后也不想佛了 我也不想佛了 很多人这样子哦 是哦 有一位叫做什么名字的 好像姓白吧 姓白哦 姓白 一个企业家姓白 就是媒体给他写怎么样 他就受不了了 受不了了 他就好像跳这个澎湖大桥 跳澎湖大桥 就自杀了 我们不要把这个东西放在心上 我们佛我们的 众生的眼光是众生的眼光 我的是自在 我睡得好 我吃得饱 我吃得饱 我睡得好 快乐得过我们的日子 我快乐得过我的日子 哇 跟神仙一样 别人的眼光 我不理会的 别人的心里怎么想 我不理会的 他有一个 我回西雅图的时候 有一个长者 Channotown的长者 来看我 诶 卢生燕还活得好好的 他还很开心的笑 还是很自在吗 他说 但这样好 这样好 当然好啊 哪有什么不好的 我什么事情都好 你就是把我用这个 这个很脏的东西 把我头上淋下去 从头上淋下去 我还是要很自在的 没关系 无所谓 没关系 无所谓 我不放心上 那就是很好 一切都是很好 没有什么不好的 所以今天 我们生活中就是 平常 但平常里面有非凡 是不一样的 所以师尊说法 平常 但是平常里面有非凡 要听出他的道理 你才能够开悟 你听不出他的道理 你以为是平常 师尊讲笑话嘛 平常 笑话里面有他的道理在 像刚刚讲 德辉上师 这是平常 我们回答也是这个样子 好像 有一个人老是除道 问他 为什么你今天除道 他今天我出门比较晚 那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出门啊 因为我已经出来了 然后再回去 再出来那会更晚 讲的也很有道理啊 不是绝对没有道理的 不是说没有道理 他说 那你呢 可以不可以明天早一点出门 我的习惯就是晚一点出门 我总是摸到来就是那个时候 那么来上班就已经除道了 这个长官也没他的办法 他也是很平常啊 他除道已经变成习惯了 他得辉的忙 已经变成他的习惯了 只是我不明白他在忙什么 他经常不去吃晚餐 我说奇怪 我一顿不吃 肚子就很饿 他可以很多顿都不用吃 这也是平常 是他的平常 跟我的平常不一样 虽然是不一样 也是平常 这个人间的事情啊 我觉得我们现在在参 明心 见性 这四个字 我用这种方法去跟大家讲 大家写这个 你的物境来 其实每一个人写的都已经非常好 非常有物境 比一般的人 比一般人来说 已经非常的超生 超越他们 已经非常有法味 每一个人写来的都非常的好 甚至有几个已经都是讲出他的重点 只是我还没有问他 你为什么讲这一句 有一天 我会问他们 你为什么讲这一句 如果他答得非常正确的话 那个都是高人 都是高人 他们高的程度 可以讲比总统还高 比总统还高 总统已经很高了 总统地位很高 对不对 但是他们这一种程度 在佛法来讲起来 是生死 是生死 烦恼的超越 总统不一定能够超越生死 超越烦恼 总统的地位是低高的 但是呢 但是呢 他不能够了生死 不能够断烦恼 所以我们看那个新闻 他说现在当选的总统 欧巴马 欧巴马 他第一个难题 就是要解决 美国的经济大衰退 解决美国的金融风暴 第一个大的难题 这个难题是很大的 所以他要用他的智慧 这个总统必须要用他的智慧 去解除这个难题 他有没有烦恼 一定有烦恼的 虽然当前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情 但很荣耀 很快乐 当然一国之君 最高的地位 是很荣耀的 但是马上呢 他的烦恼 他的难题就来 他必须要解决这个难题 那么这个难题 在我们开悟者的眼中 根本不是难题 也不是烦恼 所以我们是更加超越的 更加的超越 我们必须要 像联谊法师所讲的 清净善知识 你能够听善知识的话 你就能够了生死 断烦恼 你能够佛得非常的自在 也提升你的人品 跟道德 提升你的人品 跟你的道德 也不会太执着 不执着 因为不执着才能够断烦恼 不执着 你不执着以什么 才能够把烦恼统统都断掉 像师尊本身就是不执着 没有什么执着 一切心 不放东西在里面 他每天很快乐 就是不执着 执着就有烦恼了 联谊法师讲的 你不执着 就可以立断烦恼 当然这个是必须要慢慢学习 慢慢学习 你如何不执着 你如何能够自在 如何能够看破一切 如何能够超越 像总统的烦恼就很大 总统真的是很烦恼的 我觉得像我故乡台湾的总统 像也是马英九 他也是很烦恼的 他很烦恼 他那个根据新闻报导 他烦恼到拍桌子 拍桌子 也是很生气 才拍桌子 他很烦恼 像美国总统欧巴马 他的难题就来了 他也会烦恼的 像我们都是没有烦恼的 都好 对不对 你如果没有买股票 也没有买基金 那你还安稳的 坐在自己的职位上 你没有什么烦恼 你的钱刚刚好够用 你钱不够用了 当然烦恼就来了 没有关系啦 没有钱 到雷仗室来吃饭 有一个人接到总统的电话 哦 总统很高了 他打电话给一个很一般的人而已 人家说 哇哟 不得了 总统可能请你入阁 进入这个里面当部长 当阁员 奇怪 总统怎么会打电话给你呢 他跟你说什么 那个人讲 总统 他说 我是欧巴马 啊 我是什么人 哦哦 I'm one number 总统只跟他讲了一句话 打错电话 总统不可能打电话给我们在座的任何一个人 在座的任何一个光头啊 都不可能接到总统的电话 因为总统毕竟地位太高了 他打电话给谁 那个人一定要 就是要请他入阁了 他先当 刚刚当上总统 他要邀请很多人来帮他的 当部长啊 当什么 国务卿啊 当什么 很多的部的部长 要阻隔嘛 你听到电话哦 啊 要请我当部长啊 结果他说 I'm one number 打错电话 没有 接到总统的电话不要太高兴 不要太高兴 因为他一定是打错电话 我们还是继续地欢迎大家去参悟 很坦白讲 不容易参悟 但是我们生活中的弟子 已经有好几位 郑重红心 好几位 好几位 不简单啦 可见哦 在座的这个上师啊 这个教授师啊 法师啊 教导有方 教导有方 On money pay me hom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